大家好,我是艾米 相信朋友们都希望在退休后也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个能够让我们成为百万富翁的退休计划 假设23岁的您想在67岁的时候退休 那您可以以6%的收益率每个月投资400美元 这样退休时就可以拥有百万美元的退休金了 但说起来容易,具体我们要怎么做呢?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要优先考虑储蓄与预算 储蓄是一种思维方式 而预算是将思维方式转变为切实成果的方法 我们要制定合理的预算 寻找削减开销的方法 我们的预算是获得每月盈余的基石 如果您无法每月按时的储备资金 那就无法卖出成为百万富翁的第一步了 另外,无论选择做什么 马上行动总是最好的 早早的在退休前开始储蓄 您就可以充分的创造额外的财富 我们可以通过向账户添加定期存款 再将退休计划收益投资于市场 这样您的储蓄金额就可以增加好几千元了 而且在线计算器也可以帮助我们随时查看效果 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将计划进行到底的动力 再有一点是好好的利用退休计划 如果您的雇主提供401K计划 那我们就要充分的利用它 特别是如果您的雇主提供匹配的资金 我们就更要好好把握了 至少您应该为公司制定的匹配金额 做出一些贡献 如果您没有这样做 那实际上就是在拒绝白白送给您的金钱 如果您无法使用401K计划 那就建立个人退休金账户取而代之 罗斯个人退休金账户是使用税后金额 而传统的个人退休金账户 IRA则是使用税前金额 并且呢允许您推迟纳税直到退休 这里呢关键的一点是 这种工具可以帮助您管住自己的手 从而让我们的储蓄罐越涨越大 还有呢我们可以利用IRS追加缴费规则 当您年老50岁的时候就可以利用IRS追加规则了 它的意义在于呢帮助那些之前在储备事以上过后的人 而这条规则呢可以让您有一个弥补的机会 2019年IRS规则允许50岁以及以上年龄的人 为401K计划额外支付6000美元 并且呢可以为IRA提供1000美元 另外401K计划的定期存款额限为19000美元 而IRA呢则为6000美元 还有当我们手头前景的时候 难免会想要利用退休基金 或者是将它兑现以应对眼前的财政困难 但是呢这样做往往是要后悔的 除了税费会受到影响以外呢 挪用资金的复利也将受到影响 另外呢如果我们背负了过多的债务 特别是高息信用卡债务 那就很难省钱了 所以呢我们要尽量保持债务基于价值的可管理性 但是使用信用卡进行购入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只要您的支出没有超过月底可以支付的全额就可以了 而对于应急基金或是您不经常访问的其他账户呢 我们可以设置自动扣除功能 因为呢即使每周只扣一美元也是一种好习惯 这样呢长此下去我们就可以积累不少的金钱了 而且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呢是为那些不用于定期支出的钱建立储蓄罐 并且呢也可以定期未养您的储蓄罐 那再了解了以上的这些提示 再加上我们必成的决心呢 您就可以增加在退休时拥有一百万美元的概率了 没准呢还能达到三百万美元呢 这样您就可以安心的退休 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了 那今天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如果还需要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我们的金牌资讯网站 我们下次见